成你啦 把熊猫借我抱抱吧 把熊猫借我抱抱吧 前几期我们讲了偷熊猫的美国人 这期我们就来讲讲那些为熊猫发狂的国家 荷兰为了得到咱们的大熊猫 前后三任首相孜孜孜不倦 苦苦要求中国15年 直到15年我国才终于统一将两只宝贝熊猫 吴文欣雅送去住一段时间 荷兰当即赤字700万欧 打造9000多瓶的超豪华熊猫公馆 整个园区按照中国传统工店设计 馆内还特地准备了20多种竹子 像极了过节去奶奶家的我 孩子多吃点 11年日本也接来一对熊猫 珍珍和莉莉并在12年顺利产子 可惜又宰活了6天就夭折了 园长哭着向全国道歉 愤怒的日本人民更是要求 必须直接向中国道歉 14年苏格兰闹着要独立 英国字表示 分手可以 熊猫归我 我可以不要自由 但是不能没有熊猫 熊猫怀孕时 英国更是直接设起了禁飞区 中国熊猫属实排便 承受着我这个年纪